嗨,我是肯恩 这个影片开始之前 我决定先给你们看几张照片 然后你们再来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照片是我们自己拍的 还是阿Kent帮我拍的 3,2,1 怎样? 有没有一丝的混乱 觉得A是自拍 又觉得A是别人拍咧 这样就对了啦 这个就是OPPO 5N3 Flip 它要打造一个感觉 貌似是别人拍的 实际上是我 一个人settle 所以因为5N3 Flip 还多了一颗两倍的人 像镜头配合买 你可以自由旋停的一个折叠方式 一个人都可以拍鞋身 OK,入正题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实测 这个传说中OPPO 5N3 Flip 很厉害的黄金人像镜头 那我之前就已经试过了啦 拍出来是真的很漂亮 很好看的 这样我们就直接 现场示范给你看咯 后面我们就会讲一些 关于5N3 Flip的一些使用体验 首先就是这个外屏啦 Venevoo要拍照的时候 是可以按这个button 然后外屏就可以看到里面看着的画面 你看到 我也看到 所以除了乖乖放在桌子上 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拍的 只有我自己看到自己的时候 才可以conform 没有双下巴 不会短腿 没有奇怪的角度 你看是不是很美咧 不用拍100张就可以出片了啦 而因为这颗人像镜头 焦段是很接近相机的50mm 人称它为 黄金人像拍摄 可以讲它是目前唯一一台有超光影人像的小折叠 也是唯一一台有三颗镜头的小折叠啦 这样这时候有人就会问啦 我zoom两倍不是可以咯 为什么我还要一个什么两倍人像镜头 那那那不对比还好 一对比就见真张啦 两倍人像和两倍普通zoom 画质不一样 Bokeh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人像镜头的出现之后啦 其实无论你开一倍两倍都好 你随手一个道具 整个照片出来就很有氛围感了的 人很突出 背景虚化很自然 不会一搞搞 看起来跟别的照片就是很不一样的 这里帮你们种钱去看 那个皮肤为什么变这么滑了 果然OPPO的美颜功力 没有让我失望过的 而且美颜到很自然 不会假 完全不会假 该有的皮肤红润度啊 肤感啊都很好 果然是跟Five 6 Pro一样 有这个超光影图 像引擎的加持 level是different一点的 尤其是拍到有光影脸 一边亮一边暗的照片 它是很好地捕捉到那个光影信息 五官就变得很立体 你看这张照片 大太阳下曝光拍的 出来照片竟然没有曝啊 细节什么的都很好 我只能是要举个拇指 鼓掌 还有这个间隔连拍 是我朋友跟我讲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 我才发现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可以连续多拍几张照片 就不用拍一张 回来再按一次这么忙 拍的一堆照片还可以做成GIF 当握papel还是很cute的 其实我常常看到一个人旅行的女孩子 他们就带着脚架 然后自己帮自己拍照 我觉得是一件很enjoy的事情来的 但是oppo 5n3 flip他就把这个enjoy的再提高一个level 连脚架都不用我本身就是一个脚架 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比个5靠到拍照 而且用的是后置很轻的镜头 还要是Hazelblad 人像脚架 OK 拍照部分我刚才就已经展示了它的功力 接下来就是我的一些使用心得 其实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上一代oppo 5n2 flip 是第一台把外屏做到这么大 做到最大的一个小折叠 三寸 那时候就很激动了 因为外屏变大了 很多东西都可以在外面做到完 就不用打开那一屏 但是后面有一些小折叠 也是陆陆续续变大那个外屏 比如说三寸甚至3.4寸都有 可是oppo 5n3 flip它就没有变 依然保持在三寸 针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问了厂商 oppo表示他们从全球用户习惯的调研里面了解到 竖屏设计 其实才是更加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使用习惯 而且它这个尺寸刚刚好 就是单手操作 所以这次oppo 5n3 flip的升级 更多是在于体验跟软件 外屏多了很多word paper 动物的跟着天气变的 还有第三方主题等小组件也是很好用 WeChat的话 很多人问是不是可以直接在上面回复语音或者打字 是可以的 还要是全键盘的那种 玩个小游戏刷朋友圈都是ok YouTube也适配了啦 外屏看video 虽然画面比较小还是可以看啦 但是就不能rotate过来打痕哦 Grab也是可以叫车叫外卖 Google map看导航画面是蛮宽了的 lock screen也是会有声音提醒你走什么方向 然后玩小游戏也是可以 里面有个app哦 叫做Game Snacks 打开很多game一下的 啊 做个pizza 玩个蛋猪 这个app本身就有了的 你不用特地倒落 灯车的时候就消磨一下碎片时间 比较可惜的是目前小红书 还没有适配到 OPPO Find Trifit的外屏上面 希望后面呢 他们是可以透过这个升级去做到 打开之后呢 依然一样size 6.8寸AMOLED 21-9的屏幕 120的刷新率 Pro XDR显示1600nits 最让我impress的是折痕 因为真的很不明显 尤其是换了前色Wordpaper 完全看不到 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啦 给你们看看亮屏和暗屏的差别 不多 讲真特定角度才看到啊 双喇叭客管们来听歌吧 Inside of your control 电话突然响大大声 马上可以关进了 因为Entry Flip这里也做了一点小心思 就是新的 三段式Silent Button 接下来就是电池耐不耐 4000毫安电池加44万快充 我自己太小半个小时玩Game 半个小时录Video 半个小时YouTube 半个小时淘宝家庭歌 一共三个小时不间断 最后电量剩下64%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现是蛮优秀的 比起一般大电子手机的续航 还要再好一点点 总结来讲 小折叠是有它的存在意义的 我个人觉得最好用的一点 肯定就是拍照啦 因为你有手 拗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人都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喜欢它的原因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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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